针对近期多的发生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 大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4日发出紧急通知 部署立即全面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员行为专项督导检查 要求有效减少类似事件发生 确保广大幼儿的身心健康 报道说近期多的发生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 影响恶劣给受害幼儿及家庭造成重大伤害 后果十分严重 这些事件的发生反映出一些地方 和幼儿园仍然存在管理不善制度不落实执行不到位的现象 这项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未成年保护法教师法 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规范 办员行为督导评估办法有关要求 立即组织开展幼儿园办员行为专项督导检查 重点检查师的失丰建设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整改 对幼儿园伤害幼儿等恶性事件 坚决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坚决防止幼儿园伤害幼儿事件的发生 切实保障幼儿安全健康 通知强调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要进一步加强幼儿园风险管控 强化准入管理 强化技术手段监管 形成常态化监管工作机制 建立和完善幼儿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问责机制 明确相关责任 对因管理不到位造成重大事故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通知同时要求 各地 要建立幼儿园办员行为常态监测机制 及时了解幼儿园办员行为和基本运行情况 按要求报送相关数据信息 特别是对重大事件要妥善处理 及时上报 保障幼儿园不断规范管理 健康发展 此外 北京市教委也宣布开展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 坚决防止伤害儿童事件的发生 教委负责人表示 针对网传有家长反映个别幼儿园内幼儿受到侵害的情况 是教委高度重视 要求区原籍及其配合公安机关 做好相关事件的调查和依法依规处理 同时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防止伤害儿童事件的发生 同时要求各园所进一步做好教育教学 安全管理和施德施封建 设 据北京新京报报道 本周三晚间开始 有十余名幼儿家长反映北京朝阳区管庄 红黄兰幼儿园 星天地分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 喂食不明白色药片 非礼甚至安排儿童围观非礼 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当地警方及各官方教育部门 亦已介入调查事件 由于红黄兰虐童事件过程骇人听闻 许多家长气急败坏的向原方讨说法 网络上各种未经证实的传言满天乱飞 已经引发极大的社会愤怒 被传言波及的北京某军事单位一出面否认 并指称是遭人诬陷 这家幼儿园所属的红黄兰幼教机构 辅于今年9月27日在美国纽约 帧券交易所挂台上市 因传出涉嫌涅童丑闻 周五每股盘前暴跌近50% 24日上午 该公司在微博发声明称 已配合警方提供相关监控资料及设备 涉事老师已暂时停止 对于涉嫌诬告的行为 红黄兰北京新天地分园 园长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忠实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